大家好,日十三小,推介時間 首先,我真的不好意思 昨天有些不舒服,就叫了法骨龍掌耳相助 跟我錄了三條片 首先,麻煩了法骨龍 因為他在白亡之中,就抽了一點時間 跟我錄了三條片 雖然那三條片,就輸到一條千年蟲 但沒辦法,希望今天開始 重拾正軌 說回昨天,法骨龍提過 堅仔這個apps,其實是蠻好用的 因為我現在在賽馬方面,我都在用這個apps 也不需要買報紙 變相來說,他裡面也有其他碼評價 King、波仔 或者看看我們足球方面的 King和法骨龍、鑊尼和我十三小 言歸正轉 星期四介紹三傳四給大家參考 頭關就是越南對日本 一般,他們也有選擇 我來選擇了上半 雖然刺激 雖然要讓球本 球本兩球 2.22倍 那如何選擇呢? 我看看越南 越南 上場球對著 約旦 約旦,1比1 出現奇蹟 其實在約旦的 就是耶路撒冷,出現奇蹟 這次對著日本,日本應該是奇蹟很難出現 因為始終日本對球實而不話 其實上場球對著沙特拉伯 其實過頭銳贏完一球之後 其實前鋒還是藍野拓實 大碧勇雅都未出 下半場出回來,其實也有零碎的攻勢 相信來到這個階段,他們應該更顯出他們的實力 要贏兩球或者三球應該不難 在這個情況下,選球半兩球的高水應該是直撥的